普里正红仁国中一年级的潘姓同学 因为家中唯一经济支柱的父亲 发生意外导致瘫痪 目前仅剩连迈身体又病痛的奶奶 在支撑整个家庭 有鉴于潘同学的困难 红仁国中透过校友会 发起对于潘同学的救助行动 我们的校友非常热心 就开始大家的接龙 开始的捐款 那真的很感恩 我们校友会很快就募集到了不少的经费 那并在第一个时间 就把现金送到他们家里 让他们可以支付这个医疗费用 住院的费用 解决他们最紧急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呢 他们又是把所有剩余的善款呢 送来学校 希望说帮这个潘同学呢 成立一个教育的一个账户 让他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是可以不用有任何的困难 不用任何的担心 红仁国中校友会理事长 毛金翔表示 红仁国中的校友非常的关心 潘同学家中的情况 因此除了协助父亲 医疗费用的支出之外 也成立教育专户 让孩子从国中到大学 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 而后续校友会成员 也将协助申请一些补助 来减轻家中的负担 让潘同学能够安心的来学习 所以今天呢 所有校友会我们就有一笔 专款呢 能够让他在读书 国中高中大学这段期间的教学期间呢 先不用担心这个费用 刚刚也跟家长呢 稍微讨论了一下 如何来做一个长校的一个照顾关怀 协助这个家庭重新呢 不要再去受到其他的这个影响 能够孩子就学过程当中 不要再担心这个学费 或者基地上的压力 先员林芳瑜也是 红仁国中校友会的议员 今日除了到场送给潘奶奶 一点慰问金之外 也呼吁献负 针对这种家庭忽然发生意外 导致没有经济来源 但认定上又不符合 中低收入户的个案 能够有专案来协助 帮助潘同学的家庭 可以度过难关 因为毕竟这个案例是比较特殊的 家中的主要经济一下子垮掉了之后 我们不管它是不是符合中低的身份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是 真正把需要落实到 我们的这个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 才是最重要的 它实际上的情形是这样子 不管他的身份是不是符合 我们是不是可以动用到 我们可以用的这个资源 还有协助来真正落实 帮助这一个家庭 副一长潘一拳肯定 红人国中校友会的善心意举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来协助潘同学渡过难关 并且鼓励潘同学 可以持续的来学习 将来学优所称 有机会可以翻转家中的现况 记者陈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